多肉烂根别怕,三招轻松判断多肉烂根,早一天发现,多一线生机。 赶紧看看家里的多肉烂根了没有吧? 简单四步急救法,全烂了也能救活。 多肉植物体内水分多,且株形美观,是花友们普遍喜爱的植物。 但让肉友们最头疼的就是多肉植物烂根了,特别现在的天气,一天比一天气温高,所以多肉烂根的风险一天比一天大。 很多肉友遇到多肉烂根都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才发现,但为时已晚。 其实,多肉友没有烂根,平时就要多观察,特别是高温高湿或者刚浇完水的情况下,更要多观察。 那么,如何准确地判断多肉植物烂根呢? 花花有几个小妙招,不用拔出根系就可以判断,一起来试试吧。 大家好,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 花花干啥啥不行,养多肉第二名。 今天分享一下判断多肉烂根的方法。 另外,如果您的多肉不信烂根,花花还为大家总结了多肉烂根的四不及旧法,对烂根的肉肉极为有效。 一起来看看吧。 1. 多肉烂根的判断 多肉出现烂根的原因比较多,有些是因为胶水过多,导致盆土过于潮湿,引发了烂根。 有些是因为多肉盆土不透气,根系密集呼吸不畅,胶水后容易烂根。 有些则是因为黑斧引发的烂根烂根问题。 各种原因导致烂根情况的出现,刚开始多肉植物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,但是此时是多肉救治的最佳时期。 等到烂根反馈到叶子,现象很明显的时候,烂根可能已经到筋的部位了。 救治成活率要低不少,如果是黑斧病,很可能整猪就死掉了。 那么,多肉植物如果出现烂根,哪些可以作为判断依据呢? 一,烂根多肉叶子的状态比较差。 一般来说,出现烂根的多肉,叶子状态比较差,一般会失去绿色光泽,变成灰白色,或者叶片成尾粘状态。 特别是,如果有两株一样的品种,一株状态好,叶色加,一株则状态很差,叶子尾粘发灰,则很有可能是烂根了。 二,烂根多肉叶子尾粘,浇水无法恢复。 烂根后,多肉底部的叶子会开始尾粘枯萎,很多肉有刚开始以为是缺水造成。 浇水后,叶子依然无法恢复,还是尾粘的状态,而此时盆土湿润,则大概率出现了烂根问题。 三,烂根多肉不稳固,容易倒浮。 多肉烂根以后,容易倒浮不稳固,轻轻晃动花盆,多肉植物很容易摆动,如果不是因为处于浮盆期,则要考虑有烂根的可能性了。 一般的多肉植物,因为根系会扎入到四周,健康状态下,植株稳固牢靠。 如果发现烂根,一定要及时处理。 否则肉肉很可能一命呜呼了。 那么多肉烂根后应该怎么处理呢? 花花为大家总结了多肉烂根四部急救法。 按照花花的方法,肉肉成活率能达到100%哦。 二,多肉烂根后如何拯救? 多肉烂根并不少见,可能是浇水的问题,可能因为黑腐病病害,也可能是盆土透气性出现了问题。 多肉出现了烂根,要及时地处理,多肉可以继续长出新根来。 花花的四部急救法极其有效,不幸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,修剪烂根。 多肉出现烂根以后,可以把多肉托盆,用小刀将烂根部位切掉,一定要切干净,一直到没有黑色、褐色、红褐色为止,露出健康的浅绿色来。 二,通风晾干。 剪掉烂根后,将多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伤口,有多菌磷的肉有,可以配点多菌磷水溶液泡半小时,然后再通风晾干,效果更好。 三,炒土上盆。 晾干以后,准备好培养土,先用喷壶炒土里喷一点水,让土有些潮气,然后将多肉插入到土里,放在阴凉处等待生根。 四,缓描养护。 炒土上盆后的多肉,不需要马上浇水,等到下一次土完全干了在浇水,可以减少继续腐烂的可能性。 刚开始几天,放在阴凉的地方,大约一至二周后,多肉叶子挺立并长出新芽,就可以考虑放在有一些散射光的环境下了。 一般两周左右,就能长出新根,并且浮盆了,等长出新芽,就可以正常养护了。 颈天科多肉用此方法极为有效,其他的比如玉露、法湿,如果出现烂根,也可以用四部急救法来救治,效果很好,发现得早,成活率几乎100%。 所以,碰到多肉烂根,不要慌,简单处理下,还能继续长根,一样可以美美的。 以上是花花的观点,不同意见,请留言交流。 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,请点赞,关注并多多转发。 感谢观看,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见。